这个问题不太复杂 为何来说呢 如果有一个领队 你根本出发支持 你已经做好了 就举个例子 好像WORDER 你问很小 你报名 我通常是星期四 星期五报名 OK 星期四报名 你星期五开始功夫了 你举个例子 谁有车有车 你心里有数 OK 通常我问WORDER是几个人 总数几个人 他有七个人 OK 那你自己公布一张纸写好了 WORDER 可以Pick up几个人 好了 接下来是什么名字 你写完你那张纸 什么名字 谁是谁 他就说WORDER来了 接下来 你心里有数 如果他是新人 那谁是新人 你问他什么名字 你跟着车 你不要问我 你跟着司机 OK 好了 举个例子 我收钱的 你报名之前 已经知道是谁不是 是生活员 接下来是新会员 接下来是新会员 接下来收钱 就这么简单 OK 我有一样东西 如果平常有二十人 是很容易做 但如果当他三十人 三十多人 那时候 是很多事情做的 那你的副会长 那你一个副会长 你一个副会长 你一个副会长 就要Pick someone 没错 没错 就不要自己做完 那你这些看着你 或是你保证 他一起去帮他 没错 为什么呢 万一帮他 $%$%$%&$%$%&$&$%& 你已经有与他人 你出法之前 你那个副会长 那你叫副会长 那你你下来 你就写一张纸 全部全部新会员的名单 你接著再給個call leader,你負責跟我收兩元,譬如10個人的身會員,譬如身會員來講你,我做leader,我都不知道他什麼人,可以加替他副領帶,你負責跟我收請,還有簽名,浪費了很多做事,有時副領帶來遲了都很重要,你批心一點,我做先,我做先,我做先,我八點開車的話,你七點,或者副領帶來遲了,那你就批,不需要自己, 每個人都會做的,每個人都會做的,但你要做leader,你就不要說不好,你死都批中,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這樣,那安排carpool呢,最好你自己做領帶就安排回來,為什麼你知道你熟的人,你身會員來懂,身會員來講,我又不認識他,副領帶也不認識他,所以這個可以交給他簽名和收錢,最重要就是領帶,之前有沒有做供貨,其實那個list,你自己,阿Jimmy那個list,發得很清楚, 但告訴你這個人,討論會員是否會員會員是類型, queStirulebang 經過你 показ那個人,我告訴你這個人的,而告訴你這個人,要跟著ittens,或者ście班錢發 liber— 你要結合,自己做不好,你不可能到時候��고 go to this Reich dust要出來做吧,30幾、60、60以後, 你做不到,花了很多人,你十幾人,你做不到,是吧? 一定要用你自己做得好事,才可以去做,你不用做工費,大家都 insisted we have to go,未做供貨, но你自己做事的項目要 from that list, 你根本在家裡已經做好了 編排了車和你坐多少個人 基本上我們一早已經編好了 對 編好了 哪一輛車 哪幾個人坐他的車 哪一輛車 哪幾個人坐 全部都編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能出發之前的那一晚 你要確保所有駕車的人是否要去 要不然立刻要安排 為什麼來說 他有急事或者不能去 他要騙六個人 那你立刻要看哪些會員是有車的 他自己本身騙了他 有一個人我不駕車 他立刻要叫他駕車 大家都聽到Ben長 他的意思是說 太猛的話 就是太猛的話 其他領隊當年猛 除了這個方法 最後這個方法就是 大家都是領隊的話 你去到駕駛地點 你去到駕駛地點 甚至Ben都沒有叫來 你盡他忙 自己主動一點 不要人家叫來 主動一點 請去幫他的手 好不好 所以自己要更加快一點 所以大家要留意 但是anyway 我現在感受到這個 溫暖的場面 大大改善了 因為現在是 勞力和喀布的系統 我們溫不相當好 我們不論是 simless David Chan 關先生 確保 我們自動含冷組織 self-organize always 都是這樣 所以愈來愈少人 處於二十七街 你們Clincy也是溫得很好 結果我們要繼續鼓勵 要逃亡 將來說不定 可能會有一個 Clincy Co-ordinator 還要聯絡處 Basically We have one Basically We have one We always be in a municipal party Basically We have four unless We have a new member 其實我們有一個 舊的會議 差不多已經是自動自覺 不過一個人沒有名字 就是五個人 一個人沒有名字 如果我們有一個人 就四個人 不用說名字 OK 我相信都差不多 這個問題 討論到 應該大家有個 conclusion